第一次收有機的時候 我是記得說都被蟲啊吃 吃差不多一半 你一點犧牲喔 慢慢慢慢的 我們友善給他的 他有回報給我們 我們來自成土 我們也是回歸成土 那你的生活環境 你本來就是應該在一個 不違反自然的情況下去建構 人物因為一個夢想去努力 其實是需要很大的運氣的